十二強世界棒球錦標賽 中華隊與南韓之戰 場邊有許多台灣球迷 特別飛來助陣 彷彿把千葉羅德海洋的球長 變成我們台中州際主場 陳俊秀的三分炮擴大領先 更讓全場情緒沸騰 我們全台最高興的是什麼 就是贏韓國 全力打 沒有別的啦 太感動了 為台灣再拚命 你看我們的球員 棒協理事長顧重量 賽後特別到休息室 勉勵團隊的辛勞 並頒發教練與球員 每人各十萬的立即獎 期許團隊打敗宿敵之後 能延續氣勢交手美國澳洲 而除了清零現場 關心戰況 這幾年台灣棒球與國際 也有許多的交流 特別是和日本棒談 對於承辦比賽 以及提升各級棒球的競爭力 有許多收穫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黑豹期 這個球隊要增加 增加球隊的數量 增加競爭力 打造更好的棒球環境 是棒鞋關陣十二強 附賽之餘 回到台灣最想繼續努力之處 讓國球棒球更全面的成長 透過家機 凝聚人心 以上是我來提訓商場黃華軍 我們在東京做的採訪報導